我今天已經把那個檔案給輸出了 不過我後來發現 剛剛那個方法 to csv 後面還是要 csv 如果你用 e-sale 好像這個方法好像行不通 這個可以再試試看 反正多試幾個方法 因為有時候這樣的話就可以節省很多的費用 因為有時候只是負檔0 那就這樣就ok了 只是說有沒有辦法可以過這一關 因為它後面可能會加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寫舉再看看 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 我已經寫出去了 如果說我倒過來 假如說我今天不是要寫 我是要讀 因為已經有一個 csv 檔在那邊了 然後它結構也是符合什麼 符合就是說我們要的那個格式 比如說中間一定是 value 上面是 column 然後這個左邊那一列的話是 index 都有的話 那我就直接把它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 data frame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可以利用這個 data frame做後續處理 所以顛倒過來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我們還是一樣需要用到什麼 用到 pandas 所以一樣第一行留下來 底下的話我用註解把它註解掉 然後利用什麼利用那個 pd 點什麼呢 後面有個方法叫 read 是不是 read 是嗎 我們把剛剛那個檔讀回來 read 底線 然後你會發現它可以讀這麼多格式 你會發現它可以read csv excel 甚至其實它可以read什麼 json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還可以讀 read html 有沒有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把那個 pandas直接餵給它什麼 餵給它一個json檔 看看它能不能幫你正確開機 如果可以的話那非常方便有沒有 那就是說json可以開 那直接可以把它to csv 哇 那不過兩行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了 ok 所以這個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to什麼 to csv read csv 刮鬍之後的話 跟它講說我的根屋底下 有這兩個 我要先開csv好了 所以這邊開了csv 然後呢 當然最後的話 讀回來之後前面要用一個東西 叫什麼 要data frame的物件 我的變數名稱取叫df ok 我用一個df去接 幫我接起來 我把它print看看 enter print 把那個df先print看看 有沒有讀取成功 所以你會拍三行 import一個 然後read 就把它print 所以三行能不能把那個csv 讀進來呢 讀的過程當中 他跟你講說 你的那個啦 編碼方式 unicode decode l 就是說呢 為什麼 因為特別注意哦 Pandas的預設 讀取的編碼是utf8 所以呢 我們的 剛剛輸出的時候是用cp90 除非說我們寫出去的時候是utf8 讀的話就不需要額外加一個incoding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後面呢必須告訴他說 哦 後面哦 逗點 加一個incoding 等於utf8 就是編碼方式哦 這個裡面我是用那個cp90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看到ansi啦 所以如果你存檔的時候可能要判斷一下 如果他是用那個 就是ansi的話 那你特別要注意一下哦 把它加一個incoding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它讀進來了 不過各位可以發現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诶 怪怪的 讀進來的話上面這個ok 這邊也ok 可是問題哦 他幫我怎麼樣 自動產生一個index 诶 我index不是在這裡 他怎麼用這個來取代 特別注意哦 預設模式哦 他很奇迫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沒有告訴他說 你不要幫我加index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你在前面加個編號 除非呢你要加個參數 跟他講說 你不要幫我加那個index那一欄 那一欄呢 我要用我原來的第一欄當index就好了 ok 怎麼怎麼加這個參數 特別是說 如果你要加這個參數 請你再加在這邊後面 豆點 跟他講說哦 我那個參數叫index 底線 column index 底線column 意思是說 我的那個index那一欄哦 我不要 不要幫我加 所以後面等於什麼 等於force 或者呢 其實我習慣是等於0就好了 因為force就是0嘛 這樣比較快 index的意思是說 不要 幫我加 那個什麼 index那一欄 ok 把它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過欄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只要最大的差別 就是他就不會那麼激薄的 幫你加上前面剛剛那一欄 這一欄就不見了 他現在的index就是這一欄哦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抓index哦 假如說你沒有加這個參數的話 你會抓到的是編號 但是如果你加這個就會是我們要的 所以哦 我print了之後哦 你可以發現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要確定這幾件事嘛 哎我大家我前面講過 我如果要抓那個列 那就index 有沒有 所以如果df點 index結果會怎麼樣 輸出的話你會發現哦 他就會幫我把index index就是剛剛這些 有沒有就是這一些人呢 幫我把它列出來 就是那個 那一欄 如果你假設啦 假設你沒有加這個參數的話 如果你現在在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哦 哎裡面呢居然就是一個串列哦 哎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變成一串的數字編號 所以特別這個一定要加 另外的話執行哦 還有一個問題 就執行的時候你會發現 哎這個為什麼他外面是包一個index 而不是一個list 沒關係你就很簡單嘛 你外面在包一個什麼 把它轉型嘛 因為他回來的話 他的形態哦 會用那個data frame的index 所以呢沒關係 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轉型一下 轉成什麼 轉成這個 哎有沒有 這個就我們比較看得懂 另外呢底下哦 我們如果要把什麼 另外data frame的第二個 第二個要素就是colors 所以後面的話你可以把 哎這把那個colors Colums 有沒有把它print了出來 然後並且轉成list看看 有沒有看到上面的欄位名稱也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把裡面的東西啊 values 抓出來的話 那其實哦 你就可以啊 再到這邊df裡面後面特別資料 加一個什麼 點什麼 裡面的資料哦 叫values 哎就這個 哎不過應該不用轉 轉list 轉list反而出錯 你看 哦先不轉哦 哦 磁心 哎有沒有出來了 哎他好像已經就是一個二維串列了 所以啊如果你再轉那反而會出錯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剛剛我們是把它怎麼樣 把它寫出去 現在的話呢顛倒過來 把它讀回來 然後一樣的話呢把它分成三個部分哦 OK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好畫面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哦 重點哦 這個地方有一個incoding要加 還有最關鍵的這個 這個這個如果不加的話 也會產生錯誤哦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三個要素哦 好假如你這三個都會操作的話 以後pandas就會非常簡單了 好等於是你就很容易操作 看你要輸入還是要輸出 那藉由pandas都可以幫你做很多事情 好管他現在是以這個檔案在哪裡 哦要CSV有CSV要Excel有Excel 或者甚至如果有實驗同學可以試試看 用CSV看看 或者用HTML看看 這些的話因為比較少試 所以你試試看就是 它這個效果能不能符合我們的要求 比如說剛剛那個CSV檔 一進來自動轉成CSV 自動轉成Excel 如果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需要寫那麼辛苦的程式了 OK 試試看 圓滑 百三個0 1 聚!' 11 1 2